从一个地方的菜色 我们就往往可以看出那个地方的人民的口味 像地处东北的哈尔滨 可以看到不少菜肴都加入了酸菜 其实那里也有一些菜色 跟本地的一些菜肴非常的类似 今天冰雪奇缘要带大家去品尝一下 哈尔滨的特色美食 今天我和在哈尔滨工作的新加坡人袁佳华 到一条别具特色的街道 中央大街来逛逛 这条百年商业街 汇集了欧洲十六世纪文艺复兴 十七世纪巴洛克 十八世纪折中主义及现代风格的建筑 方形花岗石道充满欧陆风情 中央大街可说是一条建筑艺术长廊 也是哈尔滨另一个东西方文化交融的象征 来 去去去 来 江华 来 江华 当地非常有特色的 来哈尔滨的人非得要在零下二十度的情况下 吃当地的冰棍 天哪 现在是天寒地冻 你竟然去买冰棒给我吃 你吃进去很暖和了 而且它还有另外一种吃法是挺像我们新加坡的 这个冰棒一百年的历史 然后我们走在这个中央大街石头做了 中国很有名的这家大街也是有一百年的历史 然后肚子饿吗 饿了 我带你去吃火锅 带你到一个好地方 你看这个房子像什么 这好特别 这是冰块 嘉宝你带我来冰屋 对 这个也只有在哈尔滨中间才有的 是 我经常来 有什么特别呢 进去看就知道 好 冰巴 哇 这是用冰块做的耶 真的冰块 真的冰块 真的好雕刻 刚才我带你午餐住者要吃火锅 就在这边 一顿是冰块做的 对对对 还有桌子也是 三个美食 第一当然是天寒地洞在冰屋里面吃火锅 我另外还有两个更加稍微不一样的东西 跟新加坡的某些菜挺像似的 是吗 它外层是酥脆的 里头的肉的这个味道呢 让我想起了新加坡我们叫的咕鲁肉 对对 可是新加坡的咕鲁肉呢是有点酸酸甜甜 有点番茄橘红色的酱 这个完全没有酱但是味道却跟咕鲁肉很相似 对对对 它们叫锅包肉 对于哈尔滨来说这个肉也有整百年的历史 从清朝开始 然后它像跟我们过来都一样的也是用猪肉来炸 只是它比较偏白 我们呢就比较炸得更金黄 是 来第二道 第二道 让我想起了新加坡的这个猪炸汤 对吗 只是呢 我觉得它的比较酸 因为它加了很多酸菜在里头 是 里头是不是还有很多猪的内脏啊 猪肝 猪肝 还有肥猪肉 还有猪大肠 我刚吃了 还有粉肠 对对 事实上这个在当地叫杀猪菜 然后我六年前我来哈尔滨的时候 我的同事拉我去一个菜馆 杀猪菜馆 上了一大盆 然后挺担心我们新加坡吃不管 一上来之后我说 这其实就是我们的猪炸汤一样 只说它吃了很多酸菜 而且它分量很大 就是一大锅 对 一大盆然后再加上酸菜 所以这两个事实上我觉得 你来哈尔滨的话 你如果吃到这两道菜 你觉得我还事实上 离新加坡还不是太一样 是一解丝相情 对不对 我突然很想念温暖辛辣的新加坡菜 而我也知道这里有一家全哈尔滨唯一的娘惹餐馆 那到底从诗城来到哈尔滨 娘惹菜可以煮出什么风味还有心意 我们一起去了解 老板好 主持人好 当初为什么会想到在哈尔滨开娘惹餐馆呢 我的就是上一任女朋友 她在最早的时候呢 她非常喜欢看这个小电视剧电视剧 后来那个在看这个电视剧之后呢 她就她长得越像欧轩嘛 所以发型都像 但是后来她她就留而去了 之后我在万般无奈之下呢 然后我就开了这个餐厅 可是作为一名东北人 在菜单上你怎么去学习 去制作这些娘惹菜呢 我是经过了就是考察 就是槟城 马六甲 新加坡 还有印尼 还有吉隆坡 就是 去了这么多地方 对对对对 特意去考察 亲自去拜访 当就是这每个餐厅的 知名料理菜餐厅的那些厨师长 就是主厨 然后根据这些菜的对比 然后得出这个结论 那肯定做出来的菜肴 我相信味道一定是很正宗 很道地的 那在口味方面呢 这里哈尔滨人他们可以接受吗 有没有做一番改良来迎合他们的口味 是这样的 就是北方人他不太喜欢吃虾酱这样的东西 但是我们也想很多办法 因为比如说像那个空云菜这条菜 它在马来西亚 槟城 马六甲 吉隆坡 那个新加坡都不一样 就好几个版本 所以说呢我们就选一个就是最适合哈尔滨人吃的版本 我看到了一家人他们点的就是道地的娘惹菜肴 包括了这份 哇已经吃的精光了 Brandon Curry牛腩 还有呢三八鸡椰姜黄梨虾 我们问问看今天的食客吃的感觉如何 的确是很地道的这个风味 与哈尔滨的菜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感受 这位先生您呢有去过新加坡吗 我们一家都去过 那有点娘惹菜肴吗 没有时间 所以说没有吃到地道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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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回来了哈尔滨发现了这个餐馆 发现了这个餐馆 我们第一个就选来了 你最喜欢娘惹菜的哪一个味道 这个这个虾脚特别好吃 哦这个就是我们新加坡叫的咖喱饺 咖喱饺 咖喱饺 对 娘惹是什么你知道 大家跟我说一下 娘惹我觉得就是看过小娘惹那个电视剧 很喜欢娘惹菜就是因为它很精致 然后跟其他菜系都不一样 今天的节目也到了尾声 我们下星期一见 也预祝大家 这个长周末开斋节快乐 再会再会 更多精彩视频 请到channel8news.sg观赏 现在到toggle.sg就能随时随地重温